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友文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紫草浸泡油 那关于浸泡油我们会在另外一集单独跟大家介绍 那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是紫草浸泡油 这是我使用美善品制作紫草浸泡油的一个方法哦 节目的最后面我们也会把这个制作的方法 放到最后面大家可以去截图看一下 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会先拿这个紫草 这是中药行买的紫草 那一开始的时候它会有点灰尘啊或者是脏污 简单的清洗后去做晒干的动作 要注意哦你的浸泡油如果想要让它变得比较耐方一点 你在晒干这个动作一定要做的确实 要把它们反复的翻开以后铺平 然后晒干就可以了哦 那在做这个浸泡油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也会请中药行帮我打一些中药材 像图片这边我增加的是三漆当归白纸乳香 墨药这一类的一些药材 它可以帮助我的这个紫草浸泡油效果来的更好哦 那今天呢我示范的是使用美善品做的温室浸泡法 那为什么说是温室呢 因为呢这个浸泡油啊 其实是不适合用高温去加热的 如果你用高温加热的话 它可能就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些伤害 比如说里面的一些有效成分可能就会受到损害等等 那所以呢我使用的是可以控制温度 然后可以均匀加热的美善品 当然啦我并没有在液配美善品 不过它真的是很好用哦 那有些人可以自己使用瓦斯炉 小火然后慢慢的固火再搅拌也是可以的 但在这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温度 大致上控制在50度到70度左右 是最适合的温度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药材逐步的加进去 这个美善品里面 首先呢一开始我是会使用这个橄榄油 那橄榄油大家可以去买市面上 自己可以使用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那我并没有推荐的品牌 我觉得只要买玻璃瓶装的 它等级不要太低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的 这时候呢美善品还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加入食材以后去秤重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依次去做一些秤重的动作 我自己的做法呢是比较随性一点点 我会先把药材全部加进去 再将食用的橄榄油加入锅中 直到药材被完全覆盖以后 才开始制作整个浸泡油 为使用秤子的部分是因为我需要来去秤重 去计算它的浓度跟一些功能等等的 所以我还是会用它的秤重功能去做一些计算 那将食物油还有所有的药材全部放进去以后 就可以开始控温搅拌 那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有其他比较坚硬的东西 或者是其他的药材 也可以利用它先打碎以后再加植物油去做浸泡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的做法呢是因为我有稍微升温一点点 所以我大概控制在50度左右 让它连续搅拌2到3天 然后呢再加上这是一个很耐热的这个保温锅 所以呢我也会让它在里面再稍微静置一下 但是注意请不要静置过久 避免它油会接触到大量的空气以后 还是容易造成坏损的一个问题 那这样子的过程呢 就可以得到非常非常漂亮的这个植草浸泡油咯 那这样的浸泡油就会带有这个植物油的功效 还有植草以及中药的功效 对肌肤的修复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做做看 那这样制作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是不会很辛苦的 那它可以用来做我们的护唇膏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修复乳 对我们的皮肤修复都是很棒的哦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想了解更多的芳香知识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 或者是IG跟我们互动 最后一定要记得 按赞订阅分享 必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